在醫院五月一號下午 來了一位被刺傷的國姓男子 但他的狀況並不單純 傷勢雖然一度好轉 但隔天還是不幸死亡 當時國姓男子就是在這裡 和綽號阿佐的男子發生爭局 他想要為女性有人出口氣 沒想到卻被力氣刺傷 奉一和的隔天還是宣告死亡 國姓男子日前才因為毒品案入獄 五月一號得知 張姓女性有人疑似受到欺負 他就去找綽號阿守的男子談判 沒想到竟然遭到對方一頓氣刺傷 國姓男子被友人送往新光醫院急救 傷勢一度受到控制 當天晚上還和友人一同到 士林夜市用餐 沒想到隔天卻突然昏迷 轉入加護病房經過急救 還是不幸死亡 那這樣子阿 還是倒是窮殺案嚇死了 民眾續後得知案件轉變成命案也嚇壞了 林裡間傳得沸沸揚揚 警方尋現追欺到滿身是傷的陳姓男子 但他對案情比重就輕否認犯案 警方續後遺傷害致死罪 將他移送失靈地檢署 但國姓男子的死因疑點重重 相關單位也將進一步追查 釐清原因 華誌新聞陳姦娥宇傳特別報導 哈囉 我是主播王運竹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華誌新聞YouTube頻道